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社交媒体提供了人们的方便 社交媒体使得每一个人 使用的人 他既是主动的新闻发布者 同时又是各种事件的受众者 所以具有双重身份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德国媒体的报道 从马云到故宫 都是统战的棋子 差不多 对不对 其实你怎么说都成 川普会见马云是个错误吗 邓湘超被毛左攻击是个意外吗 香港议员被称为港独分子蒙冤了吗 那故宫到香港到底承担什么政治任务 风传媒有篇文章说 川普会见马云是自由世界的耻辱 那指着是马云跟川普会谈 谈的不仅是生意 像外交部长一样谈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等等等等等等 他说是充当了中共当局的传话的角色 来帮助谁探路等等等等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实他根本的原因就是川普的行为 川普是个生意人 川普是个生意人 他把一切都当利益去讨论 在任何一票生意中 他都要保证自己的一定的利益 利润 对不对 所以他把一切都当生意谈的时候 那今天中共体制就遇到麻烦 说一中的原则是不能当生意谈的 但是中共上下的所有的官都在满足着欲望 是在做着生意 那做着生意 今天遇到了一个生意人 这叫棋风对手 这是命理注定的事 所以这事不好办 台湾的另外一份报纸讲说 中国是个极左 邓湘超事件看文革的今天 邓湘超的事件 我觉得都是背后有一些原因和道理了 你记住邓湘超的事件 电视台的事件 作家的事件 都是围绕着毛泽东毛左的概念出现 那他都是文宣系统出现的场面 有一些人我看打着毛泽东的像是年轻人 对不对 毛泽东这块肉长什么样 他根本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你鬼都知道他们内在出来的原因 你别人家出过什么事 你就顺杆爬 就是我说的 后本就说的像是 我把手电打开 你爬上去 对不对 那个那谁也说的挺明白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爬了一半 你关店门 我掉下来了 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这个东西 就是有人打了手电 让你爬杆 你还真往上钻呢 毛左不存在 是一群人在表达着自己的欲望 和希望自己得到存在的价值 其他都不存在 我跟你讲 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我不认为什么文革远了近了 都那么回事 今天真正拴在其中的是利益 是利益 是工具 是方式 包括共产党本身 都被很多人是当成工具和方式 就像周强的发言一样 那是他认为 他最好的生存方式 不被共产党置于死地的生存方式 其他都是假的 香港明报发表说 被香港独立 扣了帽子的文化入侵香港 就是提到在机场被袭击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政治主张从来都没有香港独立 他们也没有发公开发表过支持过香港独立 但却被指控为叫香港独立 与台湾独立连串 香港独立也好 台湾独立也好 在香港 他们敢这么随意的去袭击人 那也没想到 在台湾 他也敢这么随意的去袭击人 在台湾101广场当中 打着五星国旗 我做个比较 那谁能拿着 青天白日旗 中华民国的国旗 到天安门广场去打呢 对不对 所有人会trust你 没错吧 但是呢 在台湾的台北的101却可以 那我想问你 这是谁是一个尊重人的社会呢 川普马上就要成为美国总统了 中共的中宣系统曾经下过通知 有关对川普的行为呢 不能随便说 要听新华社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星期一 中共官媒已经说了 说川普呢 讲话像个外行的 然后说对台湾问题作为筹码建议呢 叫卑鄙无耻 是个玩活者 讲话像个外行 他从来都在精英的眼睛里是外行 从他参选的第一天里面 他本来就不是这行的 他是做房地产的 对不对 开赌场的 开酒店的 他牛脸 他今儿就干这个了 外行的说法 在当年的里根是同样的 我现在都记得30多年前 在讲里根获选的时候说 他就是一个在好莱坞 很蹩脚的演员 三流演员演不成了 所以在好莱坞 就到了演员工会 任工会主席去了 因为他演技不成 他不入流 结果呢 里根是美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所以中共官媒 我劝你回家 再做点业务培训 从第一天 他就不是你们家行当里的那个行的 你们家行当里的那个行的 根本在他眼睛里就不是个行的 他就要砸碎这一套 还说像个外行呢 这个德国之声说的挺逗 叫民族主义小报 环球时报 发表社评 抨击这个川普的外交策略 就讲他是一个外行 如何如何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了 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呢 星期一的社评中说 他正在玩火 说川普上任后决定使用这一筹码 应该是指台湾了 他说双边关系陷入破坏性的互动 将无可避免 北京将无可选择的做出强硬回应 其实作为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 我说其实作为今天的 中国呢 作为今天主政者呢 他非常需要中华民国的存在 这是真的 中华民国的存在 是他后面在国家管理中的依托 所以对一中的原则 有着他自己内在的解读 这里提到星期五 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一切东西都在讨论之中 包括一个中国 中国的外交部讲说 这是一个不可动鸟的 没有余地的原则 对吧 在中共的体制中 你说什么叫原则 什么叫不是原则 这个道理很简单 李春富被以那样的方式 迫害成精神分裂症 然后警察把他给带到他们家 牛脸走了 这不是人的行为 但他是以法律的名义 那你说这叫原则和不叫原则 对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 明确地讲出相应的规则 而周强却直接了当地 以最高法院院长的身份 直接了当地去侮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去侮辱联合国相应的 对人的尊重的说法 还讲原则呢 所以在我的眼睛里 你看到就是利益 而这一份利益 正应对了川普本身 对吧 川普的特点 从第一天起 就是人们骂他是个外行 什么都不懂 他也就说了 我这就这个 我要听你叫唤 就不是我川普了 而川普他就不就是什么都敢说 连骂人都说 昨天我在推特上看 他上来就骂街了 他就这个 他就是美国总统了 你以为你跟他说 你拿着红银枪干 他就拿着匕首跟你干 他说不 他抓着红银枪给你撅舌楼 说你说我撅舌楼 我后面我咬你 他说你咬不咬 我撅舌楼你再说 他见真正 见实际行动 所以这篇文章里 其实主要讨论的就是反映出 今天中共体制本身 对川普本身的言行 是无可控制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表现出来的 不得不表现的一种态度而已 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有着类似了 讲说中共官媒呢 谴责迪勒森南海言论 发出了战争的警告 这个比较简单了 是美国国务卿呢 谁也没想到美国国务卿呢 对中共的这种做法 是最说法是最严厉的 超过了超过了川普 也超过了美国的 后任的国防部长 那迪勒森的言论很简单 就是说 他要把南海诸岛给你挡上 就整个给你挡上 不让中国人进来 不让军队进来 把整个南海中国建的岛屿 给他封锁掉 那中国自然发出战争的威胁了 但是我这里提醒大家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有媒体非常明确的讲说 南海的争持是假 将要爆发的金融战争 或者贸易战争 那可能是真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